咱们讲最能气功的基本理论 混原整体观 在过去呢 这一讲课都分着讲的 讲混原气理论和整体观理论 从前年呢 我就适到把它改了 因为咱们在简秘技能气功学 里面的整体观理论呢 基本上还都是属于传统气功的理论 当然这种气功呢 把传统的功力功法呢 在一定程度上都革新了 所以我们应该是说 要全面开展这些功呢 把这个基础理论呢 也必须来归分到这种气功里面 以前讲了一次 那个课讲的呢 比较简单一点 所以从咱们这一期呢 就给同学们呢 重新讲 按这个混原整体观理论呢 做一个重新的讲解 混原整体观理论呢 简单的说也叫做混原理论 混原理论 这咱们今天讲的呢 就是混原理论 咱们平时要说混原灵灯 就是这个混原 这个字 混原呢 这个混 它就当混化讲 是吧 反正说混合 其实呢 和混合不大确性 两种以上的物质 往一边又混混了之后 还要化 还要化 通过混 通过化 就使得两种以上的物质 生成了一个统一的 这么一种物质 圆着等一架 混至混化 而生成一种物质 这个一种物质呢 是一个特殊的整体 特殊的整体 所以如果混化理论呢 总的来说 混原理论呢 总的来说 就叫做 两种以上的物质 混合而形成的 那么一个统一整体 这就叫做混原 咱们这段公正理论呢 就是这么一种理论 认为宇宙当中的 万事万物 都是由两种以上的物质 混化而成的 一种统一的整体 混原理论全部内容 就是这么个问题 咱们来试试一下 所以说 混原理论 就是这样混原理论 混原理论 其实呢 说混原理论 无理论 不要将其理论 就要混原理论 也可以 因为混原本身 它就指的是 两种以上的物质 混化而生成的 一个统一整体 把这个 把这个 用这几个字 展开了 加上了点 你看 混化而生成的 一个统一整体 咱们这个理论呢 就是这样的理论 这个理论当中 包括了 混原器理论 混化理论 和整体理论 这么三分别 咱们以前讲 混原器 讲混原器 混原器理论 其实呢 是混原理论当中的 一个重要出生部分 混原器 混原器 咱们今天 先讲混原器 混原器里面呢 它就是指的 咱们刚才讲的 两种以上的物质 生成的一个统一整体 混原器就是这个东西 这个 宇宙当中万事万物 它本身 具备的一个整体 怎么表现出来 咱们这个东西 用的要论呢 法老师讲解了什么 它这么难懂 因为任何一个事物 都是一个整体 比如说 一个杯子 一个桌子 一个扩原器 一棵树 一棵草 一朵花 都是一个整体 任何的 一个单位 就是这个整体 你在这个整体 它怎么缘出来的 大家说 方老师看怎么表现 它是个整体 就是个整体嘛 这个桌子 桌子就是个桌子嘛 一棵树就是一棵树嘛 那我们把问题说 太简单了 这个整体 怎么缘出来 你怎么认识到这个整体 其实呢 咱们现在的看到的东西啊 我们并没有看到那个事物的真正的整体 那个真的整体 那个真的整体 我没看到 我们现在呢 应该说 还不了解事物这个真正的整体 我们现在的人呢 不要看科学怎么那么发达 实际上我们并没有了解这个事物的整体 那就办了什么 这个整体 那我们这个桌子 这个整体 这个什么东西 这就是这个桌子的 咱们说的桌子 它的物质结构的整体 这个物质的结构 你看这个桌子 上面有个板子 有个板子 旁边有秤子 下面有头 那木头 做这个桌子结构 连接起来 它的这个整体 我们就愿意知道这个整体 而这个桌子的真正的整体 我们 现在也认识了 这个桌子 这个概念 这个桌子 它的形容是这个样子的 结构是这个样子的 它的功能 它的功能 就是可以吃什么东西的 可以画东西的 把它的体 和用 都有了 这怎么能说 它不是整体呢 我们说 这个整体 实际我们人 给它凑在一块儿 这个整体 用眼睛 看着桌子的形状 两只看着桌子的形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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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状是这个样子 两只看到了 然后呢 我们的概念是 放一放东西 或者一放 放完东西 能够放到东西 压一压 有支撑力量 然后呢 把你看到的这个形状的整体 和它 通过各种其他的方式 你认识到它的其他的功用性的内容 发现能够揪到一块儿 就成了一个整体 我们人给它起个概念的桌子 就这么起来 矮一点呢 也是要里面 有趁的 有趋 矮的一坐 就叫椅子 就叫做凳子 其实那桌子和凳子 别里边呢 没有更大的 没有更大的别的区别 一个矮一点 一个高一点 他们都是 有一个平面 插了一个平面 有趁的腰头 连接在来 可以上到边支撑 就是这个共性 就是人类的习惯 开始加了个凳子 完成加了个桌子 其实这个性质啊 是我们人 通过不同的功能 我们人的不同的功能 眼睛看 可以接住 手摸 用各种东西去做实验 这么从那里 那里那里 加在一块 就那个整体 实际呢 这还并不真正是 那个事物的整体 好 这是实际我们认识的事物 我们现在的科学认识的东西 这是事物的局部特性 这个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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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发动力 一压的一压 用一压的用重力 向桌子起作用 从这个物理学来起作用的 它是这么冲压的 动一动 它是固定的 结构是定下来的 这就是从物理的机界方面看的 来看这个桌子的力量 它是形容 这个桌子 桌子的力量 是从一个机界来起作用的 这是形容 眼睛看的 所以我们这边这个桌子呢 就是从我眼睛看 通过机界的力量作用 这么是这个桌子 这个桌子本身什么样子 以前讲是神秘主义 这个叫不神秘了 到了其中那边 就要讲这个桌子的整体特性 什么东西 所以这一点呢 一听啊 就觉得听不糊涂了 桌子又桌子 还怎么搞桌子 整体特性 所以一讲到 咱们这个火源里 一开始听起来 就比较费劲 一开始听起来 比较费劲 这句讲火源很简单 怎么这么一讲 一讲理论 就这么难懂啊 就得有这个概念 一听就非常难 不知道怎么回事去 然后我们再钻进去 再听 我前面讲这么一段 把大头讲糊涂了 就是让大家糊涂一下 你要学气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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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的固有知识 固有概念 得变一变 你变一下 如果你一听就懂 都能理解 那么简单 好了 那就和过去的知识一样了 所以我们再先开始听 我以前讲他没这样讲 今天给同学们讲嘛 要讲西策理论 讲火源纪理论 一开始 就讲这么一个 非常难理解 非常不好懂 听不清 怎么回事 所以就得是从这儿开始 从这儿开始 从这儿开始 前面讲那么几句话 就告诉我们什么呢 那么火源纪理论 我们是要讲什么的 要说什么的 他要说什么呢 他是说事物整体特性的理论 是讲事物整体特性的理论 他和以前的理论是不同的 以前所有的科学 都是讲的事物局部特性的理论 咱们认识气功 是讲整体方面的理论 这个火源纪理论 就讲整体方面的理论 讲事物整体特性的理论 要说这个问题 为什么听不懂呢 就是因为这个 现在已有的科学 都讲的事物局部特性 一个事物有不同方面的特性 有光学特性 生学特性 物理的机械的电子 磁道化学的 这方面的特性 过去的科学也是这个的 比如说 这个桌子 光学特性 你看到 你看到 这样桌子木头的 我可以燃烧 燃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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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氧化了 就是化学特性 可以放东西 加了成力量 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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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从这个不同的角度 来研究一个事物的 从不动的局部 研究一个事物的 然后的话呢 我们把研究的各个局部 通过我们脑子思维加工 得到一个整体 过去的科学也讲了整体 但这个整体 它是从局部来认成体 局部 量化到一起 通过整体 这样的科学 那么这类型的火焰整体观呢 不是 要你直接拿了整体 不是从个思维加工 而是直接认识事物整体 直接了解事物整体 直接掌握事物整体 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讲了 这局部的整体 有什么区别呀 有区别 有区别 就是这个桌子 这个桌子 表达的硬度 硬度是属于局部的人 不是局部的人 你要想 你现在这个局部的 什么样子 你现在想把这个桌子 用硬度打过来 就必须 用相当的机械力量 用相当的机械力量 没有机械力量 你گ向会打破 比如说 你'd like a serve 银子 你让它抄过去 拿银子 放上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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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充分过去 再加上银子 再加上银子 过去了 这是事物的局部设成 因为一个事物它用物理论证 用化学论证 所以这些话说 它从物理的力 物理还有很多内容 物理的力学论 它就起了一部分 所以当然用物理的方法来解释 就是局部 局部对局部 不法解决 如果真理就不然了 就是说这个真理 末的这个真理 如果你一旦展示这个真理的时候 你认识这个真理了 了解这个真理了 能够运用这个真理了 真理和真理其作用 就不是这样了 就会这样 真理和真理其作用 它就非常简单 局部的硬度特征 没有了 光学特征 没有了 化学特征 没有了 这个真理是局部的 它不显示出来 只显示一个真理 那么这个真理是什么样子的呢 这个火焰真理是什么样子的呢 它这种无形无形的 常人看不见摸不到的 直径非常均匀的 这么一种真理 这种能体就叫做火焰器 这个桌子本身这个火焰器 这个杯子本身火焰器 一个树火焰器 一个花 一个草火焰器 一个豆是火焰器 一个人是火焰器 人是人的火焰器 桌子是桌子的火焰器 树是树的火焰器 就这个样子 那么这个火焰器要火焰器作用怎么起作用 那就比较简单了 就比较简单了 就是哪个人 这一个花 用火焰器的一起作用 好了 这个花 这一个花 它这根茎叶花 和一个树 根茎叶花 一个球 整个的球呢 根茎叶花 这个整个 每区别 就火焰器就过去 它都起作用 好 多起作用 这个能不起作用吗 不就给大家讲 那给大家讲 在咱们的搞能业增产呢 搞能业增产呢 搞能业增产 到地球一发气 火焰器一过去 增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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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它要真也长 静也长 业也长 业也长 花也长 火也长 都长 怎么样起作用呢 就是火焰器和火焰器起作用 一切起作用 整体起作用 互相如何 其如何一套 好了 解决起作用 就非常简单了 所以巴老师 这个问题 我们还不容易理解 不容易理解 咱们就给大家提问 这一功能 这一功能呢 这一功能呢 是他用的高层色火焰器 人的意识 人的意识 也是高层色火焰器 他用意识的意识作用 他这个可以功能的人 有这功能可以搬运的人 可以使那个物体 穿过这样的物体 他那一放 一脸一栋 一栋 一栋 这个桌子 把它就成样子 往这一放 从一栋跳一跳 从底下出来了 从底下出来了 怎么脱回去呢 它就是 我们因为我们经常眼睛 我们认识的东西 毛巾 眼睛看了 手摸了 有硬度 有重量 这就使我们意识里边 跟他的联系 是局部的联系 桌子的联系 也是局部的联系 因此呢 我们没有整体的联系 因此呢 所以给你们 你外面一放的时候 他跟他一起 局部作用 他们是局部作用 局部作用 好了 他起来这样子 如果 我们真正能够 从意识里边 把它 也许做用火焰器 把它 也许做用火焰器 两个火焰器 一接入好了 你让他看哪儿呢 你让这个 让这个 让这个 毛巾到 在墓子里边摘着 他就在墓子里边摘着 你让他窗过去 他就窗过去 回去了 放在一起了 把它套上了 那个毛巾进来 整个桌子里 在墓子里边摘着 你让他透过去 一头透过去 把它 那个毛巾 透到外面去 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这样的关系 所以咱们搞了特异功能实验的时候 曾经做过这样的实验 就是八十年代出了 拿了一个手表 让一个手表 让一个有退空的儿童 不到十多岁了 把这个手表搬走 搬走 搬走再想 还用一点移动 把那表没有了 哎呀 找到哪儿也没有了 所以打说 你先别在哪儿 别到我脑子里边 你手表到我脑子里边 然后你找到哪儿也找到 你手表没用 过去我说不行 太难受了 你让你出去吧 我就是带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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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 我还不愿意 太难受 逼逼逼逼逼逼 你出去 一着急 你出哪儿就不知道了 本来的表里有关的 从这儿关的 从哪儿关的 都很凶 这次太难受了 从哪儿就不知道了 找啊 整个找了几个钟头 你手表没找到 我都说 这个人是在哪儿 但我手心在这儿呢 出不去了 在这儿呢 别人摸 也摸不着 你摸不着 哎呀 就几个钟头 就把这个表演不找不到 到最后 孩子不懂一端 哎呀出去了出去了 出去了 放进兜去了 那里再兜了 兜了 这些什么呢 这些是用意识 呵护着整体荒原剂 这样的联系 这就是荒原剂在其作用 所以咱们认识的事物 都是看到了 事物的局部特性 我们日常生活 就是和事物的局部特性 打交道的 而荒原整体观的里面呢 就是要求我们 要学会和浑原整体 打交道 要认识这个整体 认识整体 那么这个根底 我前面讲了 它是这种无形无相的 看不见摸不到的 非常坚硬的 做这种物质 能够标具整体特性 那么如果建立一点 现代语言 怎么形容 怎么描写它呢 咱们现在的语言 说一种 咱们说的是实在 实在实在的物质 看得见摸不到的东西 所以它是有质量 有能量 有气息 这是物质三大要素 物质的三大要素 这三大要素 一说质量 不是质量 这个时候 那个这个东西里面 还有了具体事物的 那个实 能量 它能转换什么的能 怎么去做工 信息 信息 信息会认识 一个事物怎么认识它 就靠这信息 是事物的整体特征 还有事物的特征 本质特征 一般就用它的 时空结构来决定 而事物的时间和空间的结构 结构特征 表现出来 成为信息 所以这三个东西结合到一起 第一 就是一个物质的 物质特征 它们也是一个物质 都从这三方面 质量、能量、信息 那这个混原整体呢 它就相当于能量、质量、信息 三者混合表现出来特征 它不是单一的 而是混到一起的 混到一起什么样子 咱们在科学上 它就咱们回去了解 这种物质 特殊的物质 还不认识 它们一个人属于 咱们这个混原整体 咱们也写了一个名 以前就是 修理学量特征 能量特征 信息特征 就有了名词咯 这个修理整体 它们一个名词 我们的写个名词 就叫做混原整体 好 这个混原整体 就是这么个内容 所以当我们说 混原整体的时候 说混原 就是叫做混原器 这个混原器 混原器 混原器就是 比较是 事物整体特征的 它里边 既包括了能量特征 也包括了质量特征 也包括了信息特征 信息特征 在国原器里边 也无其能于单纯的信息特征 那什么特征呢 什么就是整体特征 整体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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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样子 所以咱们那些人 现在以前不能信用它 只能去体会 作为练功 慢慢慢慢来下去了 慢慢慢慢来下去了 这个东西存在不存在 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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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人来说 人 身体中有气 这个气 就是这个混原器 人的这点气 只能带回人体的整体的人 但讲整体的话 也讲这个问题 一个人就是整体的 有很多特征 人是很复杂的人 可是一个气 人的这点气里边 人的这点特征都有 人的特征都有 咱们说看过去那个小说 尤其那个童话小说 尤其那个儿童故事里边 尤其是什么生的人 到这老妖魔鬼鬼大区了 老妖魔火里一闻 按生人气 生人气 文就说生人气 来得生人了 带高门妖怪 能把你生人什么样子 什么情况都能说出来 他们知道 那什么道理 这个图画里边呢 它是根据过去的神话 神话是来源于 有好多的练功的感受 那个气功的内容 练气功之后 就可以来认识这个火源器 来了解火源器 来掌握火源器 第二章 我们在80年 曾经在莫根山开过一次会 我们气功界的一个朋友 是杭州的 叫欧汉荣 他插势功能很强 插势功能很强 我们开会里边的强 说你们这些人 咱们这些人都服了 你们住着这个枪 不要打在桥上 把枪那么一打 打完之后就走 我过来看 我就给你们神圣上 打了一打 我能觉得 我给你们想想看 他怎么能觉得呢 你们 你可以打了一下 他们 有功能想看个手门 指纹 不打了一下 突然 那一眼突然 一来 你也走 你也看一眼 你也将别近点 就是这样的 打完你就走 不碰上 他过来看 神圣上 打了一张 看得出来 那我给你看一张 我说老欧 我都 我是这样打 神圣上 这个老欧 你吓着 你打 不带着意念打 那怎么看得出来 因为我们一带着意念打 把我们的气 和意念结合放过去了 那个意念和这个气 一结合 定向走了 这儿留下痕迹了 你把你的核原器 和意念结合 留下了 你不带意念 你搭 他们要把你穿透过去 力量不够 你都给打完 人要走了 一次就走了 他没落 所以我们这人的核原器 哪怕哪一点点 就是一点核原器 能够是 还不要说让他拿到 你就得打这个意念 走了 都看出来 如果不想 你这身体周围 搬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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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都地上 你看 周围比较近 那么一看 你这个爷爷 插着来了 也是80年 我们开会 80年开会 汉哥的江波 也是我们的朋友 他现在在深圳 这是北京师范学的 林祖王 做最功能学院里 那根搞最功能学院 还没开始呢 原来在北京 他没去之前 我跟他讲 我说 汉哥两个朋友 他们怎么怎么情况 真的 然后他就 我去做个实验 那装两个行为 是的 到了某个山 我们开会的时候 我们见了江波 他说 他就说 他方法说 你们怎么情况 搞个实验 说我拿了一个 两个材料 你试试看 媳妇 装了一张白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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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他一个 头上 人家里面打了一张 你看他就什么样子 他把媳妇打开之后 拿手 把里面信给拿出来 没拿 没拿 你拿手 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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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摸完之后就说 这个人是个女性 年龄的二十八九岁 他在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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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摸� 哎呀,这都怪事了,这都怪事了,就把这一张牌纸拿出来,就装在这花里面了,就丰盛了,已经带给你几天了,能蒸, 不,还要去吧,还要打开,又搬一拳摸一摸,哎呀,这就修书了,这个是南宋人,像三十岁左右,这人那是比较不太高,有点瘦,中能盖的话,比这中能盖高一点,但比较瘦,比较瘦。 看着他有腰疼的毛病,还有什么病啊,说说,我说,他对不对,他对了,他说妹夫夫。 这什么道理,这就是火源整体观,整体观理呢? 有没有人都有火源气,都有气,意识,一放上,放那个地方,就他一感觉到那个气,就把这个情况,整个人的情况,了解到了。 在这个情况,整个人说神了,不神,不神,气光劲这个东西。 这咱们什么时候会? 咱们的聚人工,咱们的聚人工啊,现在重心不搞这个,哈,重心不搞这个。 我现在是不应当大家搞这个。 这不应当大家搞这个,或者咱们的感觉到,我们终于给他讲的,不得讲的。 不得讲的。 我说你不讲,说你不搞什么说的,给大家讲一讲,第一,引起大家的兴趣。 我用这个例子可以让大家了解到,火源气是无形无相的,但是它可以标志着这个具体事物的整体特征。 是这么个问题。让大家了解这个概念就行了。 能够反映,能够标志一个事物的整体特征。 这么个问题。 如果同学们,下面有别人问你,你们这能够火源气是什么? 你就会回说。 火源气,它就是无形无相的,看不见的,摸不到的,非常均定的特征物态,能够标志事物成立特征。 这么一个东西,就叫做火源气。 而这个火源气和一个真正的整体是完全一致的。 这个火源气,无形无相的火源气,它可以凝聚成有形无相的具体物质。 有形无相的具体物质呢,也能转化成无形无相的火源气。 这个具体事物和那个无相火源气,两个人是非互相转化的。 那么这个火源气和这些事物是一个呢?是两个呢? 我们说,是一个的两种表现形式。 是一个事物的两种表现形式。 第一种表现。 第一种表现形式。 第一种表现形式。 通过我们的正常的功能,眼、耳、鼻、舌、身这五种感觉功能, 来认识到的局部特性 其实现在的仪器啊 现在的各种仪器 都是我们感觉器官的衍生 比如眼睛 看的是事物的光学特性 这件直播特性 只看到可见光解来的 可见光解 独公光 到此光 这一段 现在的仪器呢 可以到了整个 全部断了 全不断了 这个无线电波 以后是回波 短波 遇到了 什么那个 钢瓦射线 全部断 虽然到了 全部断了 幻灭 展开了 灵灵怒 一切可以对它灵灵了 但是呢 它并没有改变眼睛的识别 是我的电子波特性 这个根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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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们建筑说 我是机会建筑波 但是都是不建筑波呀 都是不建筑波呀 耳朵听的声音 这是咱们可听的声音 刺声 超声都听不到 现在的仪器 可以缘成到刺声 上次叫超声 都能听到 能够认识到 但是呢 它同样还是 声学可信 鼻子 嗅觉 嗅的挥发特性 化学挥发特性 现在电子比可以更灵敏 但是它同样还是 化学挥发特性 为一个特性 皮肤 温度觉 触觉 处觉 这里边呢 与运势事物的其他的不同特性 我们可以用现在的科学仪器 把这些功能大化为力 扩大到更精确的运用 但是并没有改变 感觉功能的根本特性 因此我们现在运势的事物 就是事物的局部特性 通过不同的感觉功能 这与它不同的侧命 这是事物一种下的表现 再一种就整体表现 所以这两种表现 都是事物的根本特性 你用哪一种功能 和事物间的联系 那么你就是对待这个事物的 他们就是承认用特分的那种 用普通的功能 和事物发生作用的时候 这个事物硬是硬的 软就是软的 如果你不用普通功能 而用整体功能的时候 事物就不算软的硬的 不算在这个了 都变成无形无相了 都变成无形无相了 所以讲这些道理 讲这点听起来很难懂的道理 干什么呢 就是要求你们来认识到 我们现代人脑子里面 好多的认识根深蒂固了 根深蒂固了 我们之所以 一下子出不了这种测诺功能 就是要用我们脑子里面 这么多的意念活动在起作用 我们真正脑子里面空下来了 讲这道理就懂了 说动就懂 说动就懂 可是呢 这多少人的习惯 咱也一传的习惯 不好变 不好变 有些人比较敏感一心 一讲一通 解决问题了 这是对绝大多数人来说 不行 需要慢慢练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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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是需要从道理上把它误出来 你这样从理上误出来 从脑子里面真解决问题了 好了 那叫功能 说出来就出来了 所以这时候你可以从理上来解决 你这种意识里面 和这个火焰器接入走了 一动就是火焰器 一动就是火焰器 一动就不是聚焚算成了 咱们就不是日常这种状态了 所以这个火焰器呢 它是事物本质特别的 更本质表现 我们认识这个平安认识事物 也是事物的本质表现 但是呢 是我们被常态智能认识的本质表现 火焰器呢 是用超常智能认识的事物的本质表现 这是我们人 有两套技能 一都是常态技能 一都是超常技能 用超常技能和事物建立联系 是建立整体联系 是火焰器的 用普通智能和事物建立的联系 是常态智能的 普通事物的 基于国材料的 咱们的人们呢 是用 咱们一般人 一般人 常态智能和事物建立联系 所以你坐椅子 一坐 你就坐在那吧 你要是超常技能就坏了 一坐过它下去了 一坐一坐的话 一坐呢 下去了坐不住了 水在椅子里边 那时候呼呼流过来了 就在这冰冷 干什么就流过来 突然它流不过来 干什么水就流过来了 药片让你出来 从里面就出来了 就变成一种关系了 所以人家穿成业地 实际上不是没有 有 药片在宿里面出的 也可以从里面出的 不是一样道理 就是说不愿意 它怎么说也好了 用这种概念 就绝对出来了 因为你的意念 就把它和它一个 举手可能联系到一起 不是用气联系的 你只有意念和气联系到 这种物质 这样的可能就没有了 就不存在了 可能说它有所有通音性 都是一种气 这种气能 可以互相如暗 它都会 插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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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穿 没有关系的 就跟电子波一样 电子波 就做好了 做好了 怎么好 就有很多 谁也会演下去 这人到底行差很多 所以那儿去领会 火烟器就这么一种东西 哪怕了给我没办理会 没办理会吧 咱们这是慢慢加上领会 咱们拉气 拉着什么 就是把人体周围的火烟器 拉出来 拉着不是有感觉了吗 密尼也不是要看过了吗 这样出去闭开气了吧 闭开闭念 闭开闭 看气 跑得不都会看气了吗 那就是这个气嘛 那就是这个气嘛 咱们可以搞什么实验呢 可以这么去搞 不是说明天看手 人家气了吗 在明天看九的气 明天看九 九的一能气 然后把那个手 明天看 把那个小 把那个手拿过去 拿那个气 上上里面就碰下了 那个气 那个气 给那个气碰碰 撞撞 它不就中科性 不就知道了吗 你感觉了吗 需要从实验当中 去领会 我们同学呢 不要 想一下子把他全掌握 就我们现在就好比 小孩学生师师一样 一点打烙印 通过实验来精神它 所以我今天讲 不然就能和一天讲 好会一样 那真的会一样 然后大家讲一下中 就来体会 去捉摸 去捉摸 你捉摸 去捉摸 去捉摸 呼员器 大家有这么个概念吗 它是这么一种 无形无相的 无形无相的 看不见摸不到的 但是到一天 从之后 就可以看得见 你可以摸得到 可以感觉到 而且还可以操作 运用它 普通的人 看不见摸不到 他存在为什么 看不见摸不到呢 就是我们人家习惯的实力 因为从小的时候 从小的时候 给个玩具 给给给给 当你手摸到这个玩具的时候 好了 这边摸到 咱们 我们家里不从手 咱们摸个了 咱们拿着给它 那不是谁的概念 以后呢 这个事物的 边边这样子 就注意 就注意的 这就是事物 周围就不是了 其实大家 呼员器里的不是 呼员器里的就是 这就是呼员器 在周围这儿 也还有呼员器 还有 你看那小孩子摸东西 小孩摸东西 在这些小的时候 明明这个东西在这 在这儿 现在大家拿着就够了 这这儿有气 感觉到有气了 这一位摸的气 一摸 家长就要加个音 来说 不是不是不是 他不给 不给 不给 不给这儿呢 慢慢这么 反复多次实践之后 那就接触到了 脑子买包 这是油 本来这一摸 这是油 家长就没有 没有给家人 油 没带给你 他摸在这儿 说油 这这样呢 就慢慢从脑子 固定 认识的事物 认识的事物 周围 就不是事物了 所以我们看东西 就认识的东西 周围的气 看不出来 有的时候 咱们练气功啊 你练得好的时候 用傻瓜照相机 彩色照相机 移照 周围的照 光圈那样 人一眼看没看着 照照出来 什么道理 无人的习惯 人就是这个 周围 他就无法 应该 其实 一个事物的周围 也有他 本身在不愿意 在不愿意 那个杯子 杯子周围 有他的不愿意 人 人周围 有他的不愿意 那个植物 植物周围 有他的不愿意 是这个样子 所以宗教问 他火焰器在哪儿 一个事物 有他本身的火焰器 在他的事物内部有 在他周围 也有 第二个 一个问题了 好 你们要注意 讲不讲 什么火焰器 现在讲火焰器 在哪儿 他就分布特性 怎么分布的 这个具体事物 是实时代 他的物质 是火焰器的 比较浓度 表现 人数多了 他就具体食物了 食物当中 一种 五分的气 在这个中 但这个食物外 也有关于 在这个中 也有的火焰器 这个物质的质量 就越高 密度也大 那么周围 辐射了这个气 就越多 然后普通人 一般来说 在人体外面 三十到五十公分 都有气 人体周围 三十到五十 到五十 到五十的 都有气 咱们人多了 就想不出来了 想不出来了 当你没人的时候 没有人的时候 当你没人的时候 你在这儿待着 来一个人 如果离你比较近了 如果这五十五分 超过了五十五分 那会儿一来 你记得点 你记得点 觉得不舒服了 什么道理 什么道理 因为他就碰着你的气了 有时候 为什么人多 一挤 人多了 就不在乎了 人多以后 他脑子里面 他脑子里面 有概念 所以你挤着点 咱们都没做 就你挤着点 脑子里 把这个 都放舒服了 再来盖着 就得这个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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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你没人的时候 很自在 很随便的时候 就自己本来 自己撞开了 今儿撞开 很自由 出发了 你这儿待着 来一个人 靠你比较近 如果超过了五十五分 再往那边靠 你就这五十五分 对你挪动 想挪动 有些敏感的人 就这么讨厌 那么大空间 挤我干什么 你都挤了你 没挤着 还有一点五十五分 都直接挤着了 这里有压力感 有压力感 那么带着 左右前方 都能不能挤着 差不多 一个人 都是空空大大 他就来一个人 一挤你 一压力 好了 你就有压力感 就有压力感 当然了 我们自己 非常亲近的人 有个亲爱的孩子 他就会觉得 更亲爱的 气交到一起了 所以人周围 都有个气 有他自身的 一个整体气 所以有一种 有养人 有个生物圈 有个圈 还有一个圈 这个圈吗 无非就是 你自己就是这个样子的 都还有一气圈 还有一气的圈 就是一层气 所以这个核延气 它就这么一种 恶物状态 练过之后呢 这气就会多 就会多 比较大哦 范围就广哦 因为过去人讲说 有德性的君子 满座春风 在这一待 周围的人都觉得 很舒服 什么道理 他气足了 周围这个气场呢 这个气圈 这个气场 这些火焰气 都是埋始和气 一个屋子都是和气 在别人一来 也有点舒服 练功之后 就是把这个气增强了 人的火焰气 正气充足了 所以在这一点上呢 就是 我们要怎么认识 认识何一个事物 就是他们的火焰气 这大的火焰气 那我们要学会了 和这个火焰气 咋交道 和火焰气咋交道 怎么学呢 那就是从我们练功 他们就捧这块领法呀 推拉 推柔 这都是要你学会和火焰气 打交道 拿手一摸 摸给了火焰气 一捧 捧给了火焰气 那还是一捧捧 一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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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天墓 开天门 以为就是有 这么一开就完了 其实开天门好开 天门开了 并不是有本事 咱们那时候开起来 不给大家开了 开着天门吗 我现在出 没人在买 前来每次都要这么搞了 我现在在外面 讲课呀 不这么搞啊 在外面 讲课都这么搞 就是我上湖南去 那上山东去 山东的一场报告 就是一万人 在北京一万多人 我就让大家开天门 天门要开 天门要开 天门开 天门开 可是大家想着 叫天门开了 天门开了 天门开了 一想到一捧 拿着 缝就开了 一捧 一捧 都开了 你们现在磨磨 有的酒的脑子 开始在动它 就是 咱们这 它千步不一样 从百费道 到千步这一段 你们把人摸摸摸看 我都要给这 缝放点 有人靠火 有人靠钱 你再拿这个缝 那么你就摸摸看 只能找到 开这个缝 开这个地方去 就这么做 开 开天门要开 安静 天门要开 下来天门 那开了 那个缝 里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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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 就挖 就挖下去了 有的 也开了一个缝 最宽的 可以开了一公分 有的 开了一点五公分 有的 开个洞 洞 圆洞 像这些人 这个东西都比较容易 但要真正出本事 那必须改变意识 这个残兆系 那就是真本事 不然你放一点 一般的小功能 那就是意义不大 意义不大 我们的小徒学们呢 从根本道里面 讲清楚 从根本道里面 讲清楚 从意识里边 起作用 就是从意识里边 深层 残道性 一元之二 肉体 空里边起作用 第二个话 它就改变我们的 别人 原神的法 就改变 不是广想改变点 墨洁 有点小的本事 那是墨洁的东西 所以这些花言纪 你要去摸 练 看 或者我们还要讲 人家花言纪 我们要报个第三节 关讲一节 讲人家花言纪 我们现在别得讲 这个花言纪 那就是 first book 里边有 外面也有 另外就欢迎你 它可以 彼此交融 彼此交融 你它 互相混着 互相混着 那它过去 以前把佛教建了 一个屋子里边 有好多灯 这个灯有光 那个灯有光 这个灯光 就要互相能够交叉 你认识我 我也认识你 谁也会有想谁 这么多灯 这我现在一个亮 一个光亮 我也在讲过 就是 就是 印度罗网啊 就是外卡牵灯啊 就是亿许牵灯啊 一入屋子 一千个灯 灯灯互相 他也在 灯灯 每个灯会 互相防 咱们会应交融 这意思 那交融 咱们说的就是 交叉过 一交叉 你都要我 我都要你 这里边是人 你顺着我呢 我也顺着你了 故乡包容 故乡包容到一起了 回应去一点 你包容我 我包容你 故乡包容 一般的来说呢 是越简单的 火焰器 下面 他们家 火焰器 也成是 简单的 火焰器 它别简单吗 简单就别细小吗 它的 从凿性就有多一点 有点小缝隙 就可以过去 大的火焰器 就困难点 大的 就困难点 一般的 越简单的物质 火焰器也就越简单 就让它的 它的 普适程度 它的那个 它那个 它那个 火焰程度 可入境的程度 它入的更 它 它 它 穿过进去 更强了一点 古达的东西 可能一颗圈大了嘛 可能一颗小一颗 这么多 但是它们 总的那一块 是可以互相包容的 讲到这个地方 同学们就问了 黄老师这儿这个说法呢 似乎是 火焰器 还有不同的情况 有简单的 有复杂的 告诉你 因为那么 宇宙大的人当中 万事万物 是不等的 物质的简单 复杂程度 不一样 因此 火焰器 也就有了 层次的不同 为了讲述方便 把这个火焰器 归纳一下 这么简单的来说 这么两大类型 一个大的类型呢 就是属于 无形无相的 这样的物质 它的火焰器 也就是有形有相的 物质的火焰器 有形有相的物质 有形有相的物质是什么呢 咱们正来说呢 基本就可以说 是在原子以上的 原子以上的 分子 化合物 有机物 有机物 植物 动物 人 这都是属于 有形有相的 这样的 这样的物质的火焰器 再一种呢 就是无形无相的火焰器 无形无相的物质 这个无形无相 是什么呀 咱们在这儿 见长 死长 引力长 见四波 像这个情况 都是无形无相的物质 虽然这些 咱们现在说的 两个类似 粒子 就是 微观的粒子家族 跟它所谓 它所谓 无形无相物质 有形有相 物质 它们在过渡阶段 当然现在这辫子 也是波 也可以说粒子 它是波 它是过渡阶段 不是这个波动性 它也属于 无形无相物质 这是无形无相的火焰器 咱们现在 科典人就叫 微观家族 微观粒子 它实际上来讲 它也要不是火焰器 它也是火焰器的 一种特殊的 表现形式 就是表现形式 公平的表现形式 讲无形无相的那些物质 它也有火焰器 两大类型 但是两大类型当中 有细分呢 还有分的又多了一点 因为在咱们 培训部教的原版呢 就不讲那么细了 如果在大学这个班 师子汉那边 我们还要讲 还要更细一点 讲得更细一点 我们刚才讲呢 最像是原始火焰器 无形无相的物质 无形无相的物质 那种火焰器 非常基本的 我们就把它叫做 原始火焰器 咱们现在说的 各种粒子 依据于电厂 非要原始火焰器 都是从这种 无形无相的火焰器 演化出来 特殊变成东西 所以无形无相火焰器 比着咱们的电厂 磁场 原始火焰器 比它还要更加 微细一点 那么它遇到 什么样的物质呢 现在科学 同样还说不清它 没有人的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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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